柯文哲利用醜化執政黨對他政治鬥爭 那我除了送雞鴨便當給他 我會再加送他起書蛋糕 亞斯伯格症的小孩很單純很天真 結果柯文哲自稱亞斯伯格 結果專門在說話 柯文哲利用醜化執政黨對他政治鬥爭 來掩護他圖利收費的犯行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怕的一個做法 你看柯文哲在選後 竟然還敢跟這個 最大弊案的財團 頂抗高歌 結果還那麼多小草們 去 為了對柯文哲的信任 對柯文哲的感情 還陪他吆喝了幾天 這實在是很 我覺得柯文哲非常的殘忍 那我除了送雞鴨便當給他 我也還會在製上 一個甜點 起書蛋糕 起書蛋糕 我跳龍 沒有 這個起書蛋糕就是 因為柯文哲經過雞鴨嘛 再來就要起訴啦 所以我會把雞鴨蛋糕 雞鴨便當跟起書蛋糕 一起送給他 讓他嘗嘗各種人間的美味 所以我會再加送他起書蛋糕 柯文哲是你男朋友又讀這一次 第一次 結果柯文哲心情重要 不用跳是不是 對啊 現在很多 我昨天收到好幾百通 民眾打我手機簡訊 就恭喜我不用跳 其實不用跳當然是喜訊 但是我昨天都高興不起來 因為我覺得說實在話 柯文哲這樣子腐化掉 算是我們社會的一個大損失 因為畢竟柯文哲是一界的精英 也是我們國家的精英 我其實 我要送他一本精簡版的甘地傳 裡面有甘地有許多名言 讓他好好的閱讀後好好的行思 甘地有一句話 甘地說 人就是心裡的產物 你心裡怎麼想 你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柯文哲當你在自行的時候 你好好照照鏡子 現在的你 跟十年前 你捲起白色力量的你 你好好對照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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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